作者 二根 眼波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82集 极静的终点 3 王林与邱四平几乎是同时出手 王林的速度比其更快一步 他一把抓住两个钟那个稍微强一些的原因 抓住后他二话不说 身子急速从洞口一冲而出 在他从洞口冲出的一刻 这洞府内的崩溃开始了 阵阵坍塌的轰隆声啊 漠然出现 此时邱四平的身子也是一闪冲出 他出来后啊 对王林一抱拳 急匆匆的快速顿走 生怕王林会对他出手 王林抓着原因迅速一拍眉心 顿时啊摸头许立国钻出 他看到这原因后啊 双眼露出滔天的弹色 王林冷哼一声 许立国顿时全身一抖 脸上露出惧怕之色 乖乖地身子一卷 把这原因卷住后 重新回到王林的尸海 做完这些 王林回头看了那坍塌的洞府一眼 又看了看已经飞出极远的邱四平 他双眼闪烁 沉吟少许 最终放弃了追杀此人的念头 毕竟一个原因 对他的神识来说 已经是所能承受的极限 若是再放进去一个 那么很容易会出现摩头控制不住 从而被人夺舍的事情 王林目光闪烁 他此时心中颇为激动 吞了这个原因 他相信自己很有可能会结婴成功 他深吸口气 压下心底的期待 迅速急驰而走 行出一日后啊 王林在一处荒沙内停下脚步 他私下看了看 这一路上 他专挑一些荒凉之地飞行 此地方圆万里之内 可以说是人寿罕至 王林目光一闪 脚下一趟 身子立刻沉入地里 在地下两千丈处 他停了下来 开辟出一个简单的洞府后 王林盘膝坐在洞府内 他深吸一口气 右手一点眉心 顿时啊 魔头许立国飞了出来 王林看了许立国一眼 此魔头啊 立刻乖乖地身子一伸 露出旗内那虚弱的就要崩溃的原因 随后飘在一旁 眼巴巴地看着王林 王林看都不看许立国一眼 他微微闭上双眼 几膝之后 默然睁开 眼中露出果断之色 一把抓住原鹰张开吞了下去 原鹰一入体 古神爵立刻运转 如同一个巨大的磨盘一般 立刻瓦解了原鹰 释放出一股庞大的灵力 这灵力顿时贯穿 王林全身每一条经脉之内 王林立刻停止古神爵的运转 防止其把这原鹰灵力啊 全部用在链体之上 如此一来 在他的操控下 这磅礴的灵力 从经脉内迅速流动 如同百川归海一般 全部向着金丹涌入 他的金丹呢 顿时膨胀开来 其颜色越来越深 大小不断胀起 最后其表面上 居然出现了一丝丝裂缝 一丝结阴的迹象 慢慢地在他体内出现 但是 就在这时 从他的尸海之中 极境神石化作的闪电 第一次 没有王林的操控 自行运转起来 他迅速冲出石海 突破子弗 瞬间出现在王林体内 向着金丹轰然落下 王林双眼猛地争大 任凭他如何控制 那极境神石都不敢操控 在击中金丹的瞬间 金丹砰的一声爆炸开来 这爆炸在王林体内进行 从金丹内释放出的灵力 疯狂地顺着经脉游走 与吞噬原因后产生的灵力 漠然撞在了一起 如此一来 这两股灵力相撞 所产生的冲击力 顿时冲出了王林的经脉 在他体内疯狂地横扫而过 王林的身体 碰碰碰地被狠狠地抛起 重重地摔在地上 同时他口中一甜 连续喷出漱口鲜血 面色立刻苍白起来 他挣扎地坐了起来 此时的王林双眼无神 沉默不语 许久之后 他的目光才慢慢地 有了一丝神采 他闭上双眼 内饰体内后狂笑起来 这笑声啊 一直持续了很久 渐渐地笑到最后 却是怎么听 都有一种深深的悲愤之意 寂静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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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双眼通红 口中喃喃自语 他体内的金丹 并没有完全自爆 而是锐剪到 指甲盖大小 早在之前那 王林就对寂静的存在 是否影响自己 结音 有过判断 当时他尚未完全确定 但刚才的一幕 却是如当头半鹤 让他彻底地明白 自己结音最大的难关 就是这寂静神识 所谓成也寂静 败也寂静 但王林却是急迫地想要知道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在结音的瞬间 寂静神识会不受控制的 进攻进丹 他苦涩地深吸一口气 闭目打坐 挑扬身体 三天后 王林睁开双眼 身子一跃而出 离开洞府后 他一路展开极快的速度 迅速在四周寻找城池 半个月后 王林几乎把四周 大部分城池内的仿饰 都走了一遍 当然了 炼器阁 他并没有去 这些仿饰中 他没有找到 哪怕丝毫的 有关寂静的描述 迷茫中啊 王林突然脑中闪过 当初邱四平所在的洞府 那里面密密麻麻的点击 甚至很多点击 都是以逐剪的方式存在 由此可见 新年代定然极为古老 以至于若是有丝毫的法力波动 就会使其碎名 所以不能踏印到预剪之上 想到这里 王林身子迅速移动 向着邱四平当日所去的洞府位置 急驰而走 五天后啊 王林来到了那个地方 他此时不管邱四平是否在这里 如果对方阻止 那么王林定然会干净利落地杀掉他 虽然邱四平 王林神石一扫 邱四平定位在这洞府之内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迅速走向那间全是典籍的时事 对于此时事的保护禁止 稍微耗费了王林一番手脚 在三个时辰后啊 被他破解 走进了这间时事 进入后 王林深深地吸了口气 慢慢地静下心来 开始翻阅查找起来 这些竹简那样 大都是记录的禁止方面的描述 这些全部都被王林一眼扫过 其内啊 没有任何与极境二字 有关的任何描述 王林心底微臣 继续翻查起来 漠然间呢 他的目光投向了一个竹简 这个竹简看起来极为古老 其上甚至有一些破碎之处 拿起之后啊 王林打开一看 顿时他身子一颤 立刻来到旁边石桌处 轻轻地把竹简放下 慢慢地伸展开来 这竹简前面大部分呢 都是描述禁止 唯独在最后一面竹子上 刻着一排小字 在修真界 有一种灵力的变异 可以产生出一种 被称之为极境的神秘力量 与专研此极境之力多年 留下些许心得 已留后世 这种被称为极境的神秘之力 其实在我看来 它是一种另类的天洁 否则的话不可能会出现 同阶修士 一击而亡的事情 唯有天洁才具备这种威力 极境的终点 很多与我同样对此研究者 均都统一认为是原应期 当我翻查史极 却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要说 史极中没有记录谁拥有极境 只不过我从它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 找出了数个类似拥有极境的修饰线索 这些人有的止步于结单 有的止步于原因 而有的则是止步于化身 可以说 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完全就是看个人的机缘 事实上我对于极境研究的突破 要归咎于一个人 此人的姓名来历 我不便诉说 但此人却是我见过的 第一个极境修饰 他的修为是原应期 此人想要突破原应 达到化身 所以寻求我的帮助 但最终 我还是失败了 王林沉静在其中 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去 许久之后 他抬起头 眼中露出了一丝迷茫之色 根据此竹简上的记录 王林立刻判断出 自己极境的终点 恐怕就是结单期 否则的话 不可能出现在结阴的一瞬间 出现极境不受控制之感 如此一来 也就是说 他的修为将停止在结单后期 此生再没有突破的可能 这一点 王林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 如果修为没有突破 那么煎熬他四百年的仇与恨 将再没有机会释放 此途男也从此不会醒来 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在这一刻终止 滕化园依然还会自如地活着 王林没有任何机会报仇血恨 除非之外 他还要小心地躲藏 此生不能回到赵国 否则的话 滕化园必然不会放过他 之前的种种梦想 在这一刻全部复制东流 成也极境 败也极境 王林握紧了拳头 双眼露出滔天的不甘 如果想修炼到云英界 那么必须要放弃极境 放弃极境所带来的一切修为 只有如此 他才可以最终达到云英期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竹简上的那人 为寻找他帮助的云英期 极境修饰 想到了一个方法 那就是散工 散工的同时 极境也会消散 只有这样 才可以脱离极境 重新修炼下突破修为 那位云英极境修饰 最终没有选择这个方法 现在 这个艰难的选择 落在了云林手中 不放弃极境 那么此生无法突破 每一次结音都会受到极境的阻拦 可若是放弃 那么他的辛苦了四百多年的修为 立刻会跌宕至低谷 必须要重新再修 而且这期间呢 他身在修摩海 可谓是遍地危机 很有可能 尚未恢复修为 便烙得被人杀死的下场 许久之后 云林的双眼露出果断之色 他深吸一口气 把手中竹简放在原位 身子慢慢地走出东方 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彻底解决掉 自己身上的莲花尽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